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诸年里比较旺桃花有几个新潮 属老鼠的女孩今年有太阳星 太阳是代表着光芒四射 今年老鼠的女孩特别吸引人 而遇到的男孩也挺喜欢 但太阳是一个照远不照近 即是说这个对象可能是比较远少少 或者所谓的异地桃花 今年不妨把握一下 另外属老虎的男孩今年桃花围不错 因为有太阳星 太阳是女性的贵人星 但太阳的星是比自己大一点的 如果老虎仔你不介意子弟戀的话 今年是可以开展这段感情的 另外属龙的朋友今年有红联星 红联星当顾名思义今年可以结婚 去年很多属龙的朋友是分了手 来到这个年份有红联星 我们就可以考虑拉上天窗 即是说就算认识得时间不多 也有结婚的念头 另外属狗还有天喜星 天喜这个星代表着喜事重重 属狗的朋友去多点饮宴 又或者来说在这个年份里面 都遇到合适的对象 但天喜是喜事重重 即是说可能是有喜先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计划 就自己想清楚了 至于你要趋望桃花云 其实在猪年时间 桃花星是飞临到正西这个位置 未有桃花的朋友 不妨在正西面 摆放多些鲜花 记得不要摆假花 假花只有假的桃花 在这个位置用多一点颜色鲜艳的东西 如果你说刚好门口是正西的话 那我们放些花花的地毡 不妨在厅或办公室的正西面 放一些鲜花 或者放一盘的兰花 这样都可以令自己的桃花运好些